嘿大家好,我是Terry,刘明浩 之前跟大家分享体态调整以及体能提升 那从这期开始和大家分享抗阻力训练 Resistance Training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力量训练 首先强调力量训练的好处 第一点是它可以延缓衰老 不经常参加运动的人在20至25岁达到最大的肌肉量 以后每10年将会减少10%左右的肌肉量 60岁之后损失会变得更加迅速 因此随着年龄增长 不仅运动能力大幅下降 就连日常生活也可能会变得困难 第二点力量训练可以减少脂肪的占比 通过抗阻力训练来增加我们的骨骼肌质量 从而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减少脂肪 即使在你不做运动的时候 每天每公斤肌肉也可以帮你消耗70到110卡路里的热量 第三点力量训练可以改善体态 减少损伤及疼痛 现代大多数人需要长时间的服务工作以及学习 甚至娱乐休闲也更趋向于做事的生活方式 这些都需要头颈部腰背部的肌肉长时间做工 如果缺少头颈部以及腰背部的肌肉训练 那肌肉力量不足会造成肌肉的劳损 以及一系列的体态问题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饱受颈椎疾病和腰椎疾病的困扰 有效的力量训练可以使针对部位的力量增强 从而改善体态 第四点力量训练可以使我们收获更加美观的身材 针对性的分部位训练可以使各个肌群得到充分的刺激 在力量增强的同时可以增大肌肉的纬度 从而调整我们身体的比例 因此男性通过适当的力量训练可以收获宽阔的肩膀 厚实的胸肌 迷人的倒三角 以及性感的负六块肌 而女性则可以收获马甲线 翘臀 舒展的背部 以及纤细的手臂线条 OK 那力量训练的好处已经告诉大家 那我们接下来分享该如何开始我们的力量训练